好 就在十五號嘉義的何連進警虎會 進行封街廟會的繞境活動 結果竟然是發生了爆炸的狀況 現場是一片混亂 而且造成總共二十八個人受傷 其中七個人甚至傷勢嚴重還住院 還有一對母子是被這個鐵片給刮傷 那麼警方地毯式的搜索 最近調查初步是研判 在這個紙箱的破片上面 發現了有黑色火藥殘留的反應 先來聽稍早說明 好 那麼目前警方追查 有可能這個火藥反應 是在高空中的煙火 煙火會有落雁呢 才會掉在地上來釀貨 要來追查 案發當時這個高空煙火 施放的時間點 方位落雁的情況 到時候呢 再來釐清這個高空煙火 落雁照貨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高